大家好 我是河瑪 探個勵志撞武 最近出了 重製版在實地上面 對 然後相信很多老玩家 已經開始有在玩了 然後有些新玩家呢 都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尤其是 因為很多新玩家很喜歡 呃 自己創造自己的武將 對 然後 來玩這樣子 然後 我個人比較推薦 如果你一開始不知道怎麼 該做什麼事情的話 該選什麼進來 我這邊比較推薦的一些技能 呃 一開始呢 先去 呃 坐這邊找工作 哦 然後 再去 戒之丁 戒之丁先去查人宅 把查到練滿 把查到練滿 哦 查到已經滿了 找到練滿 之後呢 之後你就比較好學技能 首先第一個先去 呃 我記得是在 這裡 哦 這字我不太遠一點 啊 是武田信學人這邊 然後到這邊之後 有一個叫做 我記得是在護石城吧 記得是護石城 然後找到 正田昌信 為什麼要找他呢 因為他有一個 非常強的卡片 非常強的技能 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 攻凝火山 這張 我覺得是必學的 必學的一個 必學的技能 玻璃碗山是軍團展 可以使用特技 就是攻擊力 守備力 移動力 全部提高 而且加上 軍旋等級師的話 我記得可以維持 好像有8回合吧 還可以維持滿久的 然後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是 這一張卡 這邊是密技 這邊一個分身之術 這張也很重要 分身之術 最前期來加 是非常好友的卡 不管你是學什麼 武器 我覺得這張卡是必然 這張卡怎麼樣呢 要去 伊賀之禮 要去伊賀之禮 然後去 修行 去修業這樣子 去修業 就可以學到 分身之術 然後就是我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如果你是喜歡 玩刀的朋友呢 可以去奈良之丁 去找劉生中炎 劉生中炎去入門 入門之後呢 你可以去 齊倫城 記得在這裡 齊倫城 為什麼要去齊倫城呢 齊倫城 有一個叫做 善權信鋼 是劍聖 如果你去齊倫城 發現沒有善權信鋼 我記得他在 小豬之丁 這邊 我記得他在這裡啦 我記得他在那附近啦 對 我記得他在那附近 可以找到善權信鋼 我記得是在這邊附近 齊倫城這邊附近 可以找到善權信鋼 我之前有找到這邊找到過 然後 找到善權信鋼之後呢 首先你要去找劉生中炎入門 入門之後找善權信鋼 去學習秘技 他善權信鋼有的招叫做轉 叫做轉 轉的技能是 全部的攻擊範圍 攻擊範圍是全部 這樣還蠻強的 OK 然後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在我的 留言地方 然後可以為大家做 如果我知道可以為大家做解答啦 OK 好 下一個大家收看哦 拜拜